三国十七死后被封神的七个人,除了关羽、张飞、还有谁,三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,涌现出了很多的英雄人物,他们忠义神勇,武略超群,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 在三国历史中有七个人物,因为活着的时候忠义神勇,因此死后被封神,一直被历代所供奉崇拜。那么这七个人物是谁呢? 第一位,关羽。关羽向来以忠义著称,追随刘备,无有二星,在战场上英勇顽强,立下过很多战功,不知让天下多少英雄荡寒,展颜良,朱庞德,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一时间天下和人不识军。 然而英雄的命运,往往是悲惨的,后来吕蒙白衣渡江,习取江陵,南郡守,将弥方不战而降,致使关羽,父辈受敌,只能败走迈城。 最后关羽,被吕蒙部下所杀,一代英雄,从此陨落,但关羽虽然死了,他的事迹,却广为流传,人们佩服他的忠义勇武,因而将其视为关公,等到了后世,尤其到了,宋、明。 清史,统治者,看中关羽的忠义,因此不断地加封关羽,使得关羽,一度走上了神坛,被加封为关圣帝君,关圣大帝等神豪,而道教则将关羽视为,护法四帅之一,人们崇敬他,佩服他,把他比作,救世恩主,武财神等等,他的信众,遍及世界各地,影响力之强,令人敬佩。 第二位,张飞,张飞本是卖肉的屠夫,黄金起义,爆发后,他与刘备,关羽从桌线起兵,辗转各地,张飞追随刘备一生,勇猛无敌,曾在当阳桥,距水断桥,下退数万曹军,张飞之勇,誓之罕见,随后他追随,刘备征战四方,扫荡西川,意识严言, 巴西之战,大破张河,一生立下,赫赫战功,是蜀汉武虎上将之一,但张飞,有一个缺点,总是醉酒打骂士兵,刘备曾多次劝他,说这是取货之道,但张飞依旧不听,还是照样醉酒,并打骂士兵, 吕蒙袭取荆州后,关羽败走卖城,最后兵败被杀,刘备听说后,十分气愤,不顾众臣反对,是要荡平东武,为关羽报仇,于是,刘备起兵伐武,并让张飞,从浪中起兵,前往江州,结果在出兵之前,张飞被捕,将范强,张达所杀,伸手异处,首级被范强,张达带往了东武,结局十分凄惨, 张飞死后,被刘善追视为桓侯,并兴建了庙宇,即汉桓侯祠,当然也有人,将视为阳关神,这一点在《太平广记》中,有所记载,从此张飞,走上了神坛,被后世所供奉,第三位,马超,马超向来英勇,因此有景马超,一说,他武功超群,英勇无敌,是福波将军,马元之后,是卫尉马腾之子, 他年少成名,英勇善战,身得枪人,抵人拥戴,他起兵反曹,曾一度让曹操畏惧,但无奈,曹操英显狠毒,使用离剑技,使得关中联军大败,马超败退后,几度想东山再起,但都没有成功,最后投靠了张达,一开始张达,十分欣赏马超,但张达的部下,畏惧马超的才能, 于是,想暗中迫害马超,马超知道后,岁率军投奔了刘备,从此成为,刘备婚下猛将,辅佐刘备七年有余,直至病逝,马超死后被后人,尊位了神仙,据明代修编的道藏,正统道藏记载,马超为七十二,英雷部神将之一,而清末以后,河南,河北等地, 有将马超视为门神的做法,所以马超,也是死后被封神,第四位,赵云,赵云一生,忠勇无敌,早年追随公孙瓒,后来投靠刘备,成为刘备麾下,赫赫虎将,长板救主,武略超群,一生大战恶战,多次,在诸多战役中,沉着应对,勇冠全军,立下过,诸多功勋,追随刘备,三十余年,忠贞不二, 成为蜀汉武虎,上将之一,为蜀汉立下了赫赫战功,他为人中勇,且胆识过人,所以备受人们追捧,赵云去世后,被人们称为武神,并兴建了庙宇,而台湾的姓众,则将赵云称为,赵圣帝君,赵云因此,也走上了神坛,被后人敬重信仰,第五位,诸葛亮,在道教中,诸葛亮的神位,为天书神像, 主要工作是辅佐,玉帝治理三界事务,这个职位,是非常高的,而天书神像,也不止一位,除了诸葛亮外,还有江子牙,张良,许迅,魏征,文天祥,刘基,共七位,这七位天书神像,除了许迅外,都是曾在人间担任过,丞相的佼佼者,大概就相当于,玉帝的智能团,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,现代道教示威,所以大家知道的,不多,在古代诸葛亮,这个天书上像,还是很出名的,另外再多说一点,诸葛亮,也有雷神属性,道教的共斗中校,五雷五侯秘法,是专门为诸葛亮,编制的法术经卷,道士作法口,念诸葛亮名号,摄五雷,以阵妖魔, 辅助副将为关羽,张飞,黄忠,赵云等人,为英雷神,由此可以看出,道教中诸葛亮的地位,还在关羽等五将神仙之上,另外据历代神仙通剑等记载,诸葛亮有一个女儿,叫诸葛果,最后也修炼成仙,飞升天界,诸葛亮被封神的原因,大概有两点,其一是他的智慧超群,被誉为,是智慧化身,他发明了,木牛流马, 他发明了诸葛连弩,他发明了,八卦石阵,其二是他的忠臣贤臣形象,诸葛亮,受刘备托姑,一生忠心耿耿,辅佐刘善,鞠躬敬翠,成为后世贤臣的楷模,第六位,丁凤,丁凤早年是一位,作战骁勇的小将,每次作战,都能身先士卒,斩将夺旗,因此在军中,小有名气,他追随甘宁,陆迅,潘章等人, 参加过很多战斗,经常永贯全军,后来,随着一些老将凋零,他逐渐成为,统领一方的将领,他沉着冷静,眼光锐利,手段高端,曾经率领无军士兵,雪中奋断兵大破卫军,从此一战成名,他也曾用计,除掉全臣孙领,成为东吴后期,显赫的人物,他一生,功勋捉住, 一共辅佐了,东吴四代君王,见证了三国的,历史兴衰,丁凤去世后,后世人们,为了纪念丁凤,为丁凤,建造了一座总管庙,百姓把丁凤,称为总管菩萨,后来丁凤又被追封为,靖江侯王,靖天式帝君,因此丁凤,也是死后成神的三国将领, 第七位,甘宁,甘宁少年时,十分顽皮,喜欢游侠,常常与一群伙伴,手持弓弩,纠集人马,在地方上胡作非为,抢劫财物,打劫富商,因此被人们称为,警翻贼,因为常年,以打劫为生,且收获破风,所以甘宁少年时的生活,十分奢华,长大后,甘宁有所悔改,放弃了抢劫行业,选择了从军, 他先后投身于,刘表和皇祖麾下,但均未得到重用,此时的甘宁,正在等待时机,等待民主,后来甘宁觉得,孙权是民主,于是投靠了孙权,从此走上了,人生正轨,他追随孙权,建功无数,他曾随周瑜公曹人,夺取一灵,随鲁肃镇守一阳,对阵关羽,随孙权公晚成,擒获珠光,勇猛善战,锐不可挡, 在逍遥京之战中,他保护孙权脱险,因此身受孙权信任,甘宁的一生,颇具传奇色彩,从一个小混混成长为大将军,被称为江表之虎臣,不得不说,他有过人之处,甘宁死后,被后世尊为神仙,南宋时曾被加封为,昭义舞会一爱灵险王,甘宁由此,走上了神坛, 成为了,保护一方的神灵,这些就是三国时期,死后封神的人物,他们因为在世时,神永忠义,因而死后被封神,被后世所供奉,被后世所敬重,参考文献三国志,封建王朝关公,崇拜探究,正统道藏,太平广迹,宋慧要集稿,敬天事地报告,喜欢的朋友,点一点订阅,感恩。 感谢观看